那我们赶快来回答这个听众朋友们的问题 他说他刚从学校毕业 那现在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 在疫情期间找到非常棒的一个工作 我觉得也是真的运气很好 那他现在呢想说 一切都很稳定 利息又这么低 想要来做首次购物的一个贷款 那他想先了解做好功课 有什么条件他是要自己先准备好的 那目前他是绿卡的一个身份 那绿卡跟公民在做贷款的时候 利息会不会不一样啊 如果是利息不一样 做公民的话 他的这个利率会比较有优惠的话 他愿意提早去入籍 那像这样的这个问题呢 到底绿卡跟公民 他的利息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要准备什么条件 赶快来请到我们的资深贷款专家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 这是我们曼妮卡毛 哈喽 曼妮卡你好 你好你好 新年好 新年快乐 麻烦帮我们解答一下 新年快乐 好 好的 首先他不用急着去入籍 那个绿卡跟公民享受的最好的利率 没有差是一样的 不会说因为公民利率更好 没有 对 所以他不需要急着去办入籍的这种程序 OK 还有就是他说是疫情期间找到这么好的工作 实在是也真是不容易 对 所以他要做什么准备呢 其实对他来讲条件已经蛮成熟了 好 无非就是要把那个老板的那个job offer的letter 是 要保留好 还有就是自己的信用 其他的方方面面的债务啊 学生贷款啊 或者车子贷款方面 信用卡方面自己做一个整理和规划 对 OK 因为他工作找得好 薪水应该不差 对 对 所以就是他可以先做一个pre-approval 看他的收入 他的贷款能力在多少 然后自己要准备一下充足的投款和closing的资金的部分 对 其他来讲就是维持稳定的工作和收入 这样子基本上就get ready了 对 所以他自己可以做的东西可能就是 这个收入证明弄好存款证明准备好 然后另外他到底现在有多少贷款 就是不管是信用卡也好 或者是学生贷款也好 一起整理好 给这一些有经验的这个贷款规划师 就可以仔细看清楚里面的条例 然后给他一个pre-approval 就是先估算好的嘛 是不是 对对对 自己心里有个数 然后准备一下 对做一个预先的准备工作 哇 太好了 难怪他可以找到好工作 因为他已经这么早就已经先想好 一找到工作就想到下一步要买房子了 先做规划就是有准备好的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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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们曼妮卡